看著車庫內剛買三個月的新車 車主越想越無奈 因為原本是要拿來通勤代步 沒想到卻為了保費問題 換來滿肚子氣 承諾我們說是丟一台車賠一台車 沒有給我任何的單據 然後完全是我們自己去查 去保險公司 還有就是上網確認 才發現不一樣的 拿出單據仔細一看 怎麼保險內容和當初說好的 完全不一樣 原來當時柯小姐 到新北市新店一間機車行 購買一部五萬多元的機車 並在業者推銷下 又花了一千八百元 加購丟車賠車險 對方承諾一年內只要車輛失竊 就會賠一部同款全新機車 但事後這保單內容 卻讓他看傻了眼 除了保費金額不一樣 就連賠償內容也有出路 覺得很像被欺騙 因為畢竟我們都不會捨不得花這個一千八 但是那種對應的方式跟感覺 真的就是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好像是盼拿 然後去買一個本來就是應該購車送的保險 這沒有賠整台車子 剩下就是公司它會與外線的發生 失竊也不見 尋找其一個月後 那就是公司會賠整台一模一樣的車子 也沒有去批評它 對此業者強調 車主購買的丟車賠車險 是公司推出的理賠方案 和產險公司的保單內容沒有任何關聯 這回引發誤會已經全額退款 未來也會加強和消費者溝通 避免不必要的消費糾紛 現在就位陳小姑也送來新引信